所以说呢在德国的中小学一直到高中大学 他们的比方说我们在高中放弃的美术音乐课 甚至体育课被放弃的 他们一直延续到这个高中毕业 那我想说的其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门课程 就我刚才说的 他们比方讨论尊严和尊重的这个课程 其实叫Politik Vision Shop 简单翻译就是政治课 其实也不准确 叫政治课也不太准确 他们这种课呢 就是讨论当下的敏感话题 这个正在发生的话题 政治话题社会话题 就是说现在发生什么 他们讨论哪些是热点 他们讨论没有答案 这个课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 而其他的比方说历史 物理化学地理语言 这个当然是都有的 但是这个我觉得跟我们特别不特别不一样 就是这个政治课特别特别不一样 也就是说他们的小孩或者什么 他们始终是和社会处在一体当中 他们的教育是和社会是在一体的 他不像我们 我们是我们自语 自语为象牙塔 其实是被封闭在一个结构里 而他们是和社会是 是一个共同的 一个关系 包括德国的孩子在16岁 他们有Platikum 就是说社会实习 或者说就是这个工作 可以去实习工作 可以拿工资 一到三个月 几乎每个学期都有 跟你呢 每个人不一样 有些人可能短 几个星期 一两个星期 有些人可能一个月 你自己去寻找 你感兴趣的工作 自己写申请 自己去找 就跟正常的找工作一模一样 那这个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 我儿子呢 刚开始来 正好赶上这个 所以说呢 在这个里边 他就不断的在调整 他自己是谁 他适合做什么 这个社会是怎么样 比方我儿子刚开始来 太仓促了 我没有办法去 他也来不及 也没有经验 我们去给他找了一个 我们的朋友 一个律师朋友 到律师事务所去实习 那其实在 实习相的条件不错的 当我儿子实习了之后 他觉得很不好 他觉得没有意思 他说下一次实习 我再找我自己感兴趣 那他第二次去实习 他说我问了你 什么是你感兴趣的 他说我想做面包 我从小就喜欢吃蛋糕 我想去面包房 但是听到让我心里很复杂 但是你不能干涉他 他要自己写各种 是吧求职信仰什么的 他真让他找到一个面包房的工作 但是这一个月吧 可能或者不到一个月 打工的这个时间 他感觉非常不好 他说素质不是特别高 这些面包房的素质不是特别高 他在里边和这些人有些情况他不是特别理解 行为语言 他觉得好像跟学校跟他过去律师事务所 不是特别一样 那我趁机呢就对他进行了一些教育 我说这就是整个社会 无论中国还是德国 其实社会都是分层的 虽然在德国 好像其实没有我们中国那么严重 但是实际上也存在着比方说 这些基础的或者重体力 这种基层的这种工作里面 他们的用力知识没那么多 肯定相对来讲 就不是讲话就用敬语 这个就是你要体验 那在这个里边我觉得就是说 他会找到他的自己 第三次他找工作的时候 他就不会再考虑面包房 因为他觉得 那我进入到这个阶层里 发现其实不是我适合 那他可能就会调整他自己的人生方向 在这个过程当中 跟他的学习结合起来 那是非常有效的 同时呢在德国的学校高中毕业之后 很多人选择了先去工作一年 然后再去上大学 这个过程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因为第一他可以去 因为德国的父母一般不给孩子准备学费 那孩子他自己要去准备学费 第二个呢他首先要在社会上实习 在这个实习过程当中 他再回到大学 他就知道什么对他来讲是重要的 因为这个时间长达一年 他对社会有更深刻的认识 他回到大学就会更有的放适 这我们在教学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也能碰到这种情况 就是那些 有过一定工作经验的学生 他比没有工作经验的学生 从事艺术更早熟一些 所以说呢我们回到这个 德国的艺术教育 他从他在这个教育一直开始的时候 他就在强调的是 不是我们那种技术上的教育 而他强调的是审美体验 感知和行动和思维方面 开放这种过程 那在德国待过都知道 其实德国比方说七八岁的孩子 学校就要求他们要会做饭 有木工课 有各种各样的同事教育 有体育各种各样的体育活动 那基本上社会的所有的该 该能动手的该能做的 其实都让他们做 在这个过程当中进行筛选 到了高中的时候 一部分学习成绩不太好的 但他可能动手能力强 画画好啊 那他们可能就进入到职业班 在这种职业班里边 他能发挥自己的所长 在德国职业技术教育是非常非常好 那学习好的就进入大学 大学有各种不同的方向 其实大学是研究性的 而在这个里面其实我觉得也是从小 一直到大学 德国教育一直贯穿的就是如何认知自我的过程 那所以说他们在艺术教学里边 这都是我在网上找的 就是德国教育方面专家 还有讨论会提出的概念 就说他们培养的是人的独立性 包括艺术教育 所以他们认为审美体验不是指艺术体验 而是一种与世界 与他人世界观相关的体验 自己产生自己的一种方式 那这个跟我们的是完全不一样 它不是技术性的教育 为什么我会谈这个呢 这就是我认为 这就是当代艺术的基础 如果当代艺术有门槛 是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有培养自己的价值观和世界观 这个就是当代艺术的基础 所以说呢 在德国的艺术教育 我忘了说了 这都是德国 这可能是小学生画的 就是不同阶段的学生画的 德国 有些画的非常好 有些是高中 有些是初中 这是我一个朋友的闺女 还是华裔 她画的我觉得画的也非常好 所以在这个里边呢 德国的艺术教育 她自然而言 遵循了这个 通识教育的那一方面 就是她训练的是艺术思维方式 一种行动模式 所以在这种教育活动当中 她建立的是思维和行为方式 我问了问我儿子 我问了问我儿子 包括其他人 他们的这个 过去我们理解的 德国好像没有学习班 这是不对的 德国有美术班 而且在几乎每个学校都有 它有点类似我们中国的艺术兴趣小组 德国叫艺术社团 配备有专门的这个工作室 有兴趣的学生呢 可以去报名 在这里边画画 老师呢也去参与指导 我问了问有没有石膏 石膏像啊这些 他们说有 我问了几个人 孩子他们都说有 但是没有画过 有那一块在过去是有过的 但是现在呢 基本上被放弃掉 那现在呢 就是在这种绘画当中呢 他们在这种艺术的课程当中呢 他们不仅仅是绘画 也搞摄影 也做一些雕塑啊 类似于动画布景啊 也做一些设计 有几个重要的 我觉得类似的 我发现他们都有 比方说自画像 要求每个人画自画像 在不同的学生反馈当中 发现他们都有这种课程 另外一个呢 不同的 比方说关于一个艺术流派 或者一个艺术家 这样做一个 这种也有 在这里边呢 我举一个例子 比方我儿子 所以叫Present Datum 这个有点像什么 像演讲 这种演讲 是从小学一直贯穿到德国大学的 这种 就是说你自己准备一个方案 然后呢 就像做一个PPT 就像我现在一样 要面对大家去做这个演讲 他们是从小学一直搞到大学的 当时呢 给他留了题目 就是说介绍一个艺术流派和艺术家 儿子就回来问我 他因为他其实没有 我过去也没有教过他 他没有什么常识 我就帮他大致翻了翻 这个 这个这个艺术室里面的这个各种流派和什么 而当时呢 最最火的就是那个当时在那个美国迈阿密 那个那个卡特兰的那个香蕉事件 我在提那个美术室的时候顺便 提了一个 我说现在目前最 据争论的就是这个香蕉事件 我儿子听了之后就非常感兴 他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 所以说他就以卡特兰 为模型 为基础 做了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讲演 分析卡特兰啊 他的形势啊 他的审美啊 他的作品的动机啊 那在我看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他主动的寻求知识 所以这个就意味着就是说 看到我们看到这一点 就在教育活动中 践行了这种建立一如思维的行为方式的这种课程 同时呢 这种方式呢 其实和他的日常是密切相关的 虽然很容易 卡特兰的 但是呢 实际上是发生在我们全世界的一个艺术事件 这是那个孩子的一个摄影作品 这画的很好 这是他们的素描 这是他们学校的一个可能也是屏息啊 我没看原作 我儿子拍的 另外一个应该是屏息或水粉 这可能年龄小一点 有点像素人绘画 他们这个老师我问问并不像我呢 他并不给学生这个一个美术史的教育 甚至也不是像我们直接的有一个固定的一个 好像一个系统 你必须要怎么怎么做 而是更给给学生更多的自由 但偶尔当中他会做一些银的 素描 这件作品呢就是这个类似于就是他们做过类似的 就是以大师的作品或者什么呢 或者是播谱的作品 这个好像是以一个播谱 大家来创作一个作品 这个就类似于插块这样的 就是他课程还是很丰富的 这是素描 素描他不像我们 基本上我觉得他们还是自己摸索 老师好像并没有给特别规范的 素描画法 像我们那种 舒适的那种一个 很有标准化的这么一种 素描式画法 他们基本上都是自己摸索 老师可能也就简单讲一下 但是 并不是有系统 这是他们做立体主义的这么一个构成的 练习 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可以确确定几点 就是说 其实它是一个开放的过程 另外是一个个人和现代人格的这种确立 我总结的就是我总结的这几点啊 那在这个里边我觉得就为当代艺术 打下了一个严密的基础 那以后我们回到在中国学生和西方学生的这个大学的对比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效果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呢同样的即使一部分人 未来没有走向艺术道路 但是呢 他为当代艺术的这种普及 起到了一个加持的作用 在西方社会可能长时间生活过的人 可能都有 一定的了解 就是很多稍微有一些文化 他们其实这个 这个对于这个艺术的了解还是相当多的 首先起码有一点他并不是一个排斥的态度 我觉得这跟这个他们中小学的这个教育有关系 当我回到德国艺术艺术学院的教育 我们看到了大家对中国中小学教育都很清楚 所以我就不提了 那我们其实可以在内心当中把中国的中小学教育和西方的德国的中小学就一个对比 那进入了大学前一段呢 我来了一个朋友 跟我再聊 来了两个朋友都是学生来聊这个问题 我先谈一谈我的 我当初在喀萨尔上学的时候 喀萨尔的艺术学院呢 是有一个基础部的 首先呢 这些学生进入基础部 基础部的老师一般有像我这么大的年龄的中年教师 当时比方说比较火的中年教师 或者说正在上升期的这些中年教师来教个两年左右 然后呢 在这 学生呢 在这一年 学生的学期一般只有一年 在这一年当中 学生是寻找方向的 那寻找方向的情况下 在这一年 可能孩子入手的时候都是从绘画开始 但是经过一年的学习 可能有些学生就认识到 那张三可能天生的就对这个敏感 那我可能在这方面不如他 那我可能对图片敏感 他就做摄影做新媒体 做行为做装置去了 所以在这一年当中是他是可以调整的 然后呢 一年结束了之后 教授工作教授进入到 基础部来挑学生 他双向选择 我认为你这个学生不错 我这个工作室的方向 你愿意的到我这来 那同样的学生也挑教授 我认为我喜欢你 你的这个教学 概念和风格作品风格 那我就到你的教授的工作室 我去申请 在这个双向选择当中 达成了共识 学生比较未来到二年级以后 进入到教授工作室来进行学习 我觉得这个也非常好 就是说他同样延续了 德国中小学教育 就是不断的在对自我认知的加强 所以说呢 就是说这个 我到底是适合什么 我是谁 我适合什么 然后拿他这个东西做什么 那这个是不断的在过程当中 强调的 那在这里边呢 就简单说一下 就是说德国艺术教育其实很复杂 我就提一提就是战后的 战后其实分成大概几种模式 一种是70年代就是教育学家 根特奥托他说了一个 他说艺术审美是其实是可以教育的 然后说是可以教的 那我们是应该可以在技巧方法和策略上都可以教的 为什么不能教教师就是权威 艺术家就是权威 但是到80年代有一个叫 格尔特·赖勒的这么一个教育家 他就反过这个概念 他就认为当代艺术是没法被解释 他说这个相反呢 这个个人经验应该在 发生在艺术审美过程中 根本不需要老师的知道 那在80年代以后呢 这个格尔特·赖勒就是他的观念呢 就是说占据了主流 但是到90年代之后又发生了改变 目前呢基本上是综合了这两种 就是说艺术虽然不可教 但是呢艺术技巧方法和策略是可以研究的 因为艺术学院其实是 既具有一定的前卫性 我个人觉得也具备了一定的滞后性 这前卫性是什么 因为年轻人在里边 大家也在一起交流 艺术未来肯定是属于年轻人的 提供了一个平台 那就是在这里边可能性 如果是一个开放的过程当中的时候 其实是它是具备实验性的 那它的滞后性是什么 因为就是说的艺术到底可教不可教 那你研究的技巧和方法和策略 其实都是发生过的东西 那这个东西一不小心 可能也会产生滞后的问题 在这里边呢 我们看一个简单的一个录像 这正好是前一段布莱梅 一个中国学生来这个 这是中国学生的作品 我承认 这个也是中国学生的作品 这个是泰国学生的作品 这个是泰国学生的作品 Arkansas 我承认 这个是泰国家 我承认 这个是泰国下的铺 我承认 这个是泰国家 我承认 这个是泰国的 帮助 但是 我们少认 这个是泰国家 谢谢观看 我做一点不太好 我做一点不太好 这是中国学生博强 这是柏林一大的一校 这是中国学生博强 是中国学生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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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展览是布莱梅 一个艺术绘画工作室 教授的工作室的作品 也就是说教授联系了一些 他认识的一些艺术家 其实是在艺术家的工作室里面做的 然后好像是在三个不同的城市巡展吧 然后学生拿着作品 在三个不同的城市里做巡展 这是这个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其他的艺术学院的作品 然后我们再接着聊 这是柏林一大去年的校记展的作品 这个我忘了是是哪个学校的了 这个好像是白虎 好像是白虎右线 这是影像啊 有时候联系的作品 到底是难道吗 我们再度以下慢慢的 yl下人更大 那是您的 我已经运点 这就是两个学校 就是两个学校 而是重点 放松生活 应该是什么 工程 是 这么健康 我们想要走 我们现在来 快死带 似手 是 德国艺术学院我和国臣包括另外一个朋友聊 聊我们因为实际上已经不是一个时间段的学习的时间了 我上学的时候发现和他们这一代感受还不太一样 可能我留学的时候当时国内的情况要更保守一些 所以我来到德国觉得很吸引好奇 就很多东西是你完全是刷新了我对医务学院的认识 但是现在的孩子很明显 因为这个网络的普及啊 这个他们看到了更多 所以说是有心理准备 所以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有一个叫陈小果的 他说他来这儿呢 他发现其实德国学生的这个艺术史啊 对这个艺术常识的知识呢 他没有好像没有他更丰富更更了解的更多 后来我想想确实有这个问题 因为体会从我儿子在德国上学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发现他们老师其实是基本上不教美术史了 所以说他们对艺术史的这个这个了解 其实更多是在博物馆啊 靠着自己去潜移默化的这种影响 而不是系统的学习和美术史的常识 这和我们中国学生系统学习美术史常识是不一样的 但是呢 德国学生和中国学生又特别不一样 就是中国学生我觉得嗯 怎么讲呢 就我刚才回到那个那个问 那个最早前面我们谈到的这个问题 就是你在大学生这个里边 其实有的时候你开始要强调他的自主性和独立性 但是在德国学生这儿 其实这一块是跨过去这个风格 你不用去考虑 因为他们来的时候 他们已经带着强烈的个人经验和个人角度来出发的 但是中国学生呢 因为他已经在上学之前 他有一个已经比较固定的一个范式 当然我们大家都明白 我们是这种我们的艺术教育的这种体系啊 所以给我感觉就是这种 一如始或者他的范式是比较强烈 而个人就被吸尸了 吸尸掉了 所以说呢 好像孩子的这个学生的这个自主性和独立性相比较而言要差一点 当然 并不是所有的中国学生都是不好 这方面差 而是说那些我说过可能更敏感 从小接受的社会教育更多的学生 或者他个人认知能力比较强的学生 他独立性更强 而另外一学生需要你去启发引导他 重新在大学的一二年级培养他的自主性和独立性 也能迅速的找到这个这个这个问题的症结 但是德国学生呢就不基本上不存在这个问题 所以说呢我们看到了更多的多样性 比方说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些图片 无论是video还是其他教授工作室 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学生不同的样式 很少有这种同质化的这种倾向 其实没有中国学生那么强 那在这里边我们回到因为学生 终归他是要进入到社会进入艺术家的 成为艺术家的 在这里边呢我总结了几点 就中国艺术家和德国艺术家的这个区别 我以前曾经在喀兹尔和一个我们一个教授聊天 那教授就说他说我发现你们这个中国 还有那前受益主义国家的艺术家 这个作品都比较有力量 而且呢宏观叙事宏观正的这特征非常强 那当然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实际上是不同的两个社会 在西方社会他在这一块的 比方说来自政治上的这个压力吧 或者影响吧比较比我们要小 他们和我们特别不一样的 第一呢我们刚才看到中小学教育 第一他的世界化结构比我们更开放 中小学的时候外国人比例就非常高 所以他是一个可以说他是一个小世界 在所有的德国的这种学校成长起来他就不同的文化都包容在一个都集中在一个班级里或者一个学校里 所以他的文化多样性非常强 而且呢因为他是相对来讲经济更发达 这个更自由 经济 政治各方面开放度更高 所以说呢他们更容易站在一个世界的一个角度上去看待问题 虽然也有个个人问题 但是个人问题是与他们经验当然更密切 但他是个人经验带有很强的世界意识 这种世界意识就是说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中国人有的时候不能理解 比方说他们更中小学生啊 首先说他们更关注比方环保问题 或者说其他的这种怎么讲呢 就是说我们认为还没有对我们造成更大紧迫性的这种问题 那中国呢跟他就完全不一样 所以说呢这就产生了一个我就想一个过去我们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应该站在一个什么样的视角来看待自己本民族本文化的一个问题 那在德国或者发达国家这些地方呢 我觉得他们是站在一个世界的更强的一个开放性的世界上的角度 来看待一个地域性问题 而我们当然不是现在的这个情况好很多啊 中国的这种情况好很多 但是更多的还是有很多的艺术家 或者个人是站在一个区域性去看世界的 那在这里边呢你其实感受的那个政治或者社会压力 或者宏观政治 其实仍然是一个区域性的一个宏观宏观的一个政治 和整个的这个世界上有些时候其实是离我们距离比较遥远 但是这里边又出现了几个问题 中国年轻武家你能普遍无论年轻武家还是年龄大一点的艺术家 他的个人和社会痛点就非常强烈 被受宏观政治影响比较大 这个大家都能感觉得到 但是问题就是你发现就是中国艺术家其实是有一个很强的 一开始无论他是画任何风格的他都有一个很强的艺术史的包袱 就是表现主义抽象或者是具象或者古典主义 你跟他接触的时候发现这个东西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形成了 他的作品里边个人的那个语素或者说那个语言的这种特征 和风格和体验会相对要小 而那个艺术史那个结构性的东西在个人的艺术创作里面 在那面积过大 同样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对我们自己中国或者地域性的文化这种负担很重 西方你看他他受谁影响或他拿来就行了 他几乎没有任何负担 他是一个游移的飘飘移不定的 他可以随时拿来 他没有对自己文化或者说我必须站在德国的角度上 我必须站在法国角度上 他也可以站在这个角度 但是绝对不是他的负担 但是我们中国或者说一些艺术家 总是在强调我们自己的地域文化 不强调就不行 好像就是你脱离开这个母体你就无法生存 倒不是说不对啊 而是说如果过于强调这个东西 他说明他的咱们整体的这个结构还是狭窄的 嗯 这就造成了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产生语言的创新和这个这个这个 革新的这种问题就比较少 因为什么 因为你不自由 我个人是这么觉得 因为你不自由 你其实当代当代艺术和艺术之间 文化之间 他是需要相互交流 相互影响才能产生新的判断和新的形式 但是如果说你已经把自己过于局限在一个地域性的文化结构里面 或者过载的一个通道里面 那你产生的可能性就会小 所以说形式的独立性就不足 嗯 但是德国艺术家虽然这方面呢 会好一点 他虽然是站在一个大的一个世界化的一个角度上看 但是他又从个体角度出发 你看到的很多德国艺术家他都是从个体的这个体验 个体的这种东西 其实跟中国也像 但是他是一个更无规观的一个政治 嗯 但他这种问题也有 也有问题 就有些时候你会我们刚才看的这个 呃比方说这个工作室的这些 呃录像或者这个作品 我们看到有些时候他会虽然他有些时候很有意思 但你会觉得哎他好像痛点就不够强烈 力度好像就差点 有些时候就会过于趣味化 嗯 但这一旦德国的年轻人家可能他有更强烈的痛点 或者我说的那个他的格局 或者他找到更发散的一个点 就像我们前面看到 韩斯哈克这样的 那他的可能性我觉得会更大一点 嗯 当然中国的艺术家呢 现在提供了一些更好的条件 因为现在 嗯 网络就提供了给大家一个更开放的一个结构 所以我们可以 我觉得是可以 嗯 排除这个 嗯 像我们那一代 然后更早一代这种文化负担呢 嗯 这个是 嗯 应该是前年看的的德国新一代 在汉堡看来的德国新一代年轻人家的一个个人 绘画版 嗯 当然他这个 嗯 德国年轻人家应该不包括 嗯 非国籍的人 主要是有德国国籍的人 嗯 嗯 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 其实 嗯 相对比较成熟 更要成熟一点的年轻人家的作品的时候 其实我们看到 其实这里边也开始有艺术史的这个 很强的这种流变性了 他和年轻的艺术学院的这个里面又不太一样啊 嗯 这里边也能看到很强的传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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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嗯 那我们就啊 谈第四个问题 就是当代绘画评估的标准是一非 其实我我相信才我这来跟我现在交流的大部分都是画家画画的 我们经常能听到你说哎呀这张画的好那张画的不好 但我不知道大家问过没有 为什么 凭什么你认为这张画好那张画不好呢依据在哪里呢 当然这里边 我们排除掉那些非专业人士 还有那些艺术史论者 嗯 那作为一个画家来讲 你的依据在哪里呢 我再次回到我前面说的我上次在我的朋友圈发 Luke Truman的时候 有一个朋友他说我就看怎么处理 嗯 嗯 那这里边也就是说画家的看待绘画的角度和其他人是不一样的 那这里边就我刚才朋友说的我把它拿来因为他正好我觉得说切中了一个要点 就说我们看怎么去处理 那处理是什么处理的肯定是你怎么处理这张画面 那这里边就依赖一声我总结就是说形式判断和处理 嗯就是说我们看画家看画的时候 哎你怎么处理这这绘画的形式 语言方法颜色结构 明暗空间对比就这种形式语言 那在这里边呢我们 就发现其实都是依赖于这个因为打个比方我们有一个观念有一个想法 可能很好 但是因为 哎有很好的想法之后下一步该怎么办呢因为我们就是作者 我们需要对这个想法做出处理 那在这里边呢 才才会产生判断 前面那个判断是虚的 而我们处理这个想法观念的时候 这个时候要落到实处 而作为我们画家来讲就会想 你处理的优与劣才是我评断的这个标准 那在这里边就会产生怎么讲 就是说他处在一个中间的 我们就发现他处在一个中间的一个确实上 如果你处理不好 我认为你处理不好 我就认为啊你画的不好 我认为你处理的好 超出我的意料 当然这个好的标准 我们还会再谈啊 处理的好 那就是 那就是好的 所以这里边就 所谓的审美的判断和处理 这里边又牵扯了审美 那审美呢 在这里边他目前来讲是 其实我估计他是 早期他是来自一个古希腊语 但是现在他是个德语词 assisted 这我查了一下 这是我们中国翻译上审美 但在古希腊语里边 他最早的意思是知觉和感觉的意思 在德语里边 这个意思更多的是对 洞察力学习和感知观察 那其实跟我们中国的审美 中国审美翻译的也不错 就审查审验一个美 其实和这个洞察力学习和感知观察 其实是一样的 在这里边 同样触及到了形式判断和处理的问题 也就是说 我们回到前面 第二 绘画判断的标准的是一非 思想和观念固然重要 但是作为一个作者来讲 形式处理是更加重要的 我经常跟学生打比喻 有的时候他们不能理解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看 你把它放开了想 不要光停留在绘画上 你想一想电影戏剧文学军队体育 你怎么去掌控这个 你当你是一个导演 你是一个导演的时候 你怎么去 统构这个电影的结构 怎么去安排演员 安排这个电影的情节 安排所有的这些细节 怎么处理故事的高潮低潮 怎么去把这个整个的这个所有的舞台 包括空间形象图像 一系列的这种处理 其实跟绘画是一模一样的 他里边也存在的这种 这种方法 包括戏剧文学 包括军队 一个 一个部队的首领 必须要考虑到每一个兵 每一个他手下的将领 事关怎么去用 怎么去调整 这和我们绘画的处理 判断是一模一样的 包括体育 体育很多人认为他是一个 其实上他也是不断的在学习过程当中 增加自己不断的锻炼 增加自己的到最后像成一种直觉一样 但实际上他前提是一个 是一个当然科学的训练 但实际上也有我们这个整体的统筹和安排的问题 绝对的感性是不存在的 如果真的存在的话 可能在幼儿绘画里面 我们我也只能说略微能够感觉到 为什么是略微呢 其实儿童绘画幼儿绘画 我个人觉得他实际上只是他的手和心 失去了协调性 他并不是不想那么去处理 而他处理不到他的手达不到 但实际上他的 他的这个绘画的 他仍然处在一个相对来讲 一个感知或者学习的这么一个过程 同样的树人绘画也是这样 过去我们总认为树人绘画好像是有 很多人认为他是没有经过学习 没有理性的 其实不是恰恰我认为树人绘画在 他只是偏了他偏向于某一个方向 偏执的理性 有些时候甚至他走过 他那种我们可能过去的 我们认为的学习是必须要经过一个 系统的训练像我们苏式的这种 苏派的这种训练一样 其实不是我刚才我为什么今天给大家拿出来 德国的中小学的艺术教育 或者他们学校教育来 他们其实就是素人绘画的训练 但实际上他是学院派的 现在的学院派就是这样的 你看刚才的中小学学生有很多 是不是也很像素人绘画 只是他在某些方面没有那么偏执感情上 或者对某些方面那么偏执而已 但是都存在着我们对形式的判断和处理的问题 那这个里边我觉得就是 我们对绘画的一个判断问题 应该放在哪 就什么是好什么是坏 还是要在形式上 形式才是我们可能是我们认为的一个作品 优以略的关键 因为你必须要去处理 必须要通过形式来表达 回过头我们再看这个 汉斯哈克的这件作品 他是有一个非常好的想法 但是有这个好的想法之后怎么去做他的审美他的形式处理就显得格外重要 比方说他在这样的一个就是从上往下俯视的 用这个霓虹灯这样做的这个分红和这个下面做的小小的花坛 他这里边极具形式感 既和周围的环境非常协调 这个霓虹灯呢 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他是不会灭的 那这个草的他的肌理和这个光滑的这个平面粗糙和光滑的这个平面形成强烈的对比 那这个大的外的水泥的这个气台把这个框在中间 他们中间产生了很强烈的形式对比 我们可以想象如果说一个对形式上没有很强能力驾驾驭的人 可能做出来是可能会把这篇作品做坏同样的是这个词组这个词语可能做出来你会觉得一点都不好 那同样的另外一个这是一个德国年轻人家作品其实跟他有点像 下边也是在一个屋子里铺满了木头的碎屑 然后用一个霓虹霓虹灯在在这个里面埋伏在里面 他的极简的形式感也是非常强的 这里边肯定有审美的问题 比方说大小这个比例宽窄 这都牵扯着审美问题 他宽一分宽到这种程度和宽到这种程度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他跟整个屋子包括色彩的对比周围作品的关系处理里面都是形式判断 同样我们看所有的作品是吧 这后边呢他的观念和其他意义我们讲 但从画画来讲我们看到第一眼肯定是这个形式是不是吸引到我 所以不光是形式他有的时候他有一个意志性的问题 我们为什么我要谈这个古代传统的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所有人所有的形式都站在历史的资源总和之下 形成到现在到了现在 那同样呢当代艺术你要同样的对历史对当下做出总结 要做出一个新的意志化的东西 那没有过去的常识或过去如果说不存在的话 他也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他实际上是过去形式的无处的判断里面 产生新的判断的总和 所以他没有说我大家想一想 迄今为止你看到你认为好的艺术家作品有失控的吗 存感性的吗 没有没有见一个我想了半天我提不出来一个 如果有提的话一会大家可以交流 谁能提出来一个说他是完全失控的 完全受不住的好艺术家没有他肯定都是非常理智的 节制的去很强的用很强的控制能力 去形成他的作品 这个呢谈到我们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说前一段有上个讲座做完 包括以前就有朋友在问 说这个单一性和复合性绘画就是说 我只用秉析或只用油产 当然好像这个被穷尽了不知道该怎么做 创新很难但是这种多材料的材料性绘画 我都不太懂不知道该怎么入手 嗯 这一块呢我想简单的说一下 就是说我们过去比方古典在没有进入后 现代主义之前 其实材料比较单一的比方从早期的这个盐彩 到贪配拉再到油彩 那其实都是单一性的绘画 那其实这里边呢就是我们既奴役了材料 因为我们材料是对我们来讲绝对的工具 它不存在任何个性 它只是艺术家手里边的一个材料 那其实它相当于我对材料的奴役 但是反过来讲其实材料也奴役了你 为什么呢 因为材料毕竟单一性有它的自己的一个局限性 那它的局限性同样也控制了你 这是古典主义时期或者单一性绘画的一个问题 过去的一个问题啊 不是现在 那到现代主义之后 很多艺术家开始试验不同的材料 材料从过去我们认为的绘画整体的那个结构里面 形色结构里面单独的独立出来 它具备了越来越多的意义和物质属性和观念 这个是和过去完全不一样的 过去你说我们看一个古典油画 你说油画这块颜料或这块色彩 它自己有个性有独立的意识 没有肯定是没有的 只有到现代主义之后才有 那在这里边就出现了新的问题 就是单一性材料呢 它尤其是到了从现代主义尤其是到了后现代主义之后 它的观念 逻辑发生了很大的变迁 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 文化条件的变化 新媒体条件的变化 产生了新问题新语境 再次回到我们上次谈的60年代之后 全球化的形成 这种不同文化交流价值观世界的碰撞 其实产生了新的更多的可能性 而且呢我们人类在认知原有的一个物的意义上 和感知路径上都发生了变化 比方说过去我跟同学在在谈到素 比方基督教里面对素的认识和我们中国人对素的认识 非洲人对素的认识包括石头都是不一样的 过去我们可能在没有开放性的一个世界里面 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认为石头就像我们认可的这种文化的附加意义 不知道可能基督教还有其他的意义 也不知道对于非洲人来讲 石头有他自己的意义 但是当这种三个世界碰撞到一块的时候 我们才发现还有这样的 对于他们来讲还有这样的文化属性 那可能对我来讲就产生了新的感知 对我来讲也同样增加了新的资源 所以说呢这种开放性的世界 既意味着结构的开放也意味着意义的开放 这就是说在材料的意义上 同样呢在这个里边 过去我们单一性的材料也意味着也是不一样的 过去比方说我们画古典主义绘画 我们过去那个那个谁 朱青生老师说啊这个古典艺术 其实是一个专制的集权的东西 其实说的有一定道理 当然当代绘画呢比方同样在油画 或者是秉析或者其他的单一性绘画里面 其实它的意义也出现了新的变化 它的变化不再是像过去那样只是一个单一性的意义 而它形成了新的逻辑和变化 这种变化呢就像我们在音乐里面一样 就那七个音符 因为新的问题和新媒介 新的形象的开放 新的感知的出现 所以出现了更多的无限性 它们之间的组合出现了非常多的无限性 所以说呢这里边呢就无限性就表现在哪呢 比方说嗯多多材料这种绘画 可能它自己的它有它自己的物质质感和物质观念 但是现在单材料的其实在语言表上 其实是具有具有替代性的 比方说多物质的可能我拿一个钢铁 可能直接就可以放点产生产生 它就自然就产生这种力量 但是在绘画里面我可能通过一个坚硬的造型 通过一个类似的金属色 或者通过一个其他和其他的对比 我可以产生这种观念和替代性 而它的叙述的力量 不会因为不同质感在里面产生新的问题 被消耗还会分散 所以这个呢是过去也是过去不一样 所以呢在这个里面呢 单一性的绘画和语言的感知呢 它其实不是比过去 所以好像我们现在很多认为 学生或者是语价认为的单一性材料 可能就好像大家的方法越来越少 因为这个材料的问题 所以我没有办法去创新 不是的它是 它是跟你的感知有关的 它更加微妙 我们从上一次谈到这个 很多艺术家其实能看到 就是它的它的意义和观念是不断的被拓展的 但它拓展的方面跟以前比较比较 比较德凯泽 它作用于点线面 作用于构图色彩 它跟过去的理解完全是两个事 这一点是跟过去完全不一样 我一直在强调 形式的独立 材料的独立 人的独立 其实这都是目前来讲 绘画里面特别重要的线索和特征 也就是说他们之间其实都在独立 人也在独立 艺术家也在独立 但是它这个独立里面 就像我们现在的世界结构一样 相互借比过去具备了更多的个性 但是它又服用于一个整体 只是它不被整体奴役 就像过去刚才我说的 古典黑化有点是一种被奴役的状态 而现在不是每个人都有个性 但是大家共同形成一个开放性 或者说更加和谐的一个世界整体 所以说在这里边来看呢 其实单一性材料是有很多很多 可以知道挖掘的地方 那这个里边我们怎么来看呢 看待单一性材料 它怎么来表达呢 打个比方讲 一会儿我会讲这个一个艺术家 那它其实里边具有更强的历史的传承的东西 它肯定比多材料的历史的承载更多 但是呢它又发生了很多变化 现在我比方举一个呃 德国艺术家的一个年轻艺术家的例子啊 74年的也不算年轻了 弗里德利西库纳特 弗里德利西的作品是我前年吧 在柏林国王画廊看他的一个艺术家的作品 其实我刚第一眼进入大厅的时候我很烦感 我一点不喜欢他的风格 几乎扭头又走 画的怎么这么俗啊 好像也很烂啊 但是当我走进细节 作为一个画家总是要看细节嘛 离近了看 发现他画的非常好 处理的非常好 他的方法是什么呢 他现在 一个大的画布上 做了一个底子 随便画应该是 厚薄各种颜色交织在一起 有些薄有些厚 做了一个很 很有力量的底子 这种有力量的底子 让我想起来这个安德沃 安德沃后的这个毛主席像画的毛泽东像 其实在那下面也做了一个浅浮雕的 像浅浮雕的一个大刷子那种底子 但他这个做的破坏性更强 然后在他 我估计是在 八成干的时候 七八成要干的时候 他开始画 用刮刀 用树枝或者硬木杆 搅动底层的画面 然后在上面再铺 大家可以看到很细啊 在上面再铺色颜色 那他这个处理呢 他的整个就是油材 他没有用别的材料 嗯 那在这里边呢就出现很多问题 就是说 嗯 一个 单一性的材料 他有反 过去古典的 那个 那个 方法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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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图 嗯 为什么呢 因为正常情况下 我们画古典绘画或者什么的 不是画古典绘画和绘画的时候 其实我们尽量 不想让背景干扰到我们 我们都是在一个过程当中逐渐 积淀起来的一种感觉 而他呢 一开始就要破坏 让底子来破坏表面的这种 为后来形成的绘画 那在这个里面 他当然很强的关键性了 因为他的作品基本上是波普 拿着这个 呃早期的这个欧洲的那个庸俗化呀 宗教绘画呀 还有风光片呀 就是欧美社会里面最流行的那种 因素 我们这里边看最俗的 但是他这种底子就 直接反馈了他这种观念 就是说破烂不堪 呃非常阿里巴扎的这种感觉 然后在前面呢 再用有些或厚或薄的去图这个 这种图像 就让这个图像呢 变成呃 他的观念就扁平化 比方说他画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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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卡通人物 他变得非常不可信或者支撑不住 因为后面的背景太强大 这个背景太强了 这个背景太强了 就让我们指涉到一个 一个遥远的一个 一个俗不可耐 或者我们坚持的一个大多数的那种文化价值 其实是一直在底层起作用的 我们当代的这种 新给他增加的这种符号 非常之脆弱 但是呢他他又强烈的用这种 嗯 这种这种对立的跟过去 不容的这种 跟就所谓的坏坏坏坏 坏手法 恰好的指这个这个指涉了他 他的思想和他的观念 而且呢处理的非常非常好 这个必须得看原作 嗯 就是他是反的 过去我们我跟学生讲 其实他摆脱不了 我们现在的后话摆脱不了 比方说 中心局部整体像一个戏剧一样 哪是哪些是中心人物 哪些是主角哪些是配角 我们围绕这些怎么建构这个戏剧 怎么去铺设这个这个东西 而他不是他一开始就把这个破坏掉了 后来他在总和 虽然他也在画面里面通过形象 通过人物 通过构图 通过色彩 建立起这个系统 但他在一开始就破坏掉了 破坏掉这个的时候 他就是单一性的材料 这个单一性的材料 比方说 我们就发现 只要和观念 形成你的观念 材料和你的观念 能够预设你的观念 或者说吻合你的观念的时候 他的技巧 他的材料 这种意义是成立的 过去我们认为构造一个画面 是需要一个比方说 我们认可的形式 其实没有把它跟观念直接串联进来 但是弗里德里希的作品呢 就是说你会让人感觉 其实只要观念和材料 吻合了 即使你开始比方说像我不接受它 后来你越来越发现它是对的 这个对是一次观念的对和材料碰撞之后 形成了观念的对 然后再形成了新的感知 这个感知 校正了你过去的习惯的某种逻辑性的 技术性的判断 而形成了一种新的所谓的革新 这也就是说单一材料我们在说的 仍然有很多可能性 但是它的可能性在哪呢 是在观念上 你看 它的背部画的非常非常让人难以接受的 包括这些处理的很俗 但是实际上非常是耐看 它的这种光滑的表面和背后的这种 这种完全不适合表达人体的这种 垃圾一样的这种语言 后面还写上个海 前面是个海 后面是个海 但是符合它对它表达的定义 就是说我们看到了一个破败的 不可被接受的古典与现实 所以它的表面的庸俗 并不是让我们看到一个庸俗的绘画 甚至它故意画的很烂 那它这个里边其实只是 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庸俗的图像 而背后那个庸俗只是它的观念而已 它并不是真正要表现一个庸俗的图像 那我们再谈一谈多材料 多材料的问题 多材料的问题就是我举了一个